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今天的話我們要來拍一支 又是Get Ready With Me 哪一支不是Get Ready With Me呢真的 我沒有什麼樣的Makeup Tutorial 想要看Tutorial的人還是可以跟我講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想看眼線 然後有人說想看保養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在其他影片裡面說過 但是我的保養呢 步驟非常的無聊 你們可以去看之前Foreo的那支影片 我基本上晚上的保養 就真的是那樣 就是沒有別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多喝水吧 多喝水 其實我沒有喝很多 我只是想要提醒你們 你們也提醒我 我再提醒你們 然後你們再提醒我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一支新品的 Get Ready With Me 沒有錯 今天我們有Salon的 他們的新的這個唇膏 還有唇釉的部分 今天的唇膏也是很多 我不知道會不會全部試射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全部試射到的話 我會放試射 還有很可愛的Salon的這兩個 很可愛的顏色的腮紅 一個是這種紫色 然後一個是這種黃色 湯海已經有拍過影片了 上前很可愛 但是我還是好奇 他在我臉上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跟Salon的 Maybe 跟Odin's Eyes他們家 最近有出霧面唇釉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非常非常喜歡他們這一般的 算是亮面的唇釉 我自己覺得超棒 超好用 所以他們出了霧面的 讓我非常的興奮 然後像我說的 這是Odin's Eyes他們家的 新的霧面唇釉的部分 他們的外包裝還是一樣很可愛 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包裝 他背後這個下面這邊有他的色號 我個人覺得很可愛 然後呢 他總共有六個顏色 所以我等一下呢 看會在手上試色 還是在嘴巴上試色給大家看 看我嘴巴有沒有爛掉 Odin's Eyes不只出了唇釉 他們出了腮紅的部分 有六個顏色 有三個是霧面 然後三個是 好像是珠光的腮紅 然後他們兩個的 包裝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 一個比較偏橘 一個比較偏粉 顏色很可愛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長什麼樣子 裡面很可愛 顏色很可愛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顏色很可愛 然後另外 我記得他們就是 金屬光的顏色都比較 intense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隨便拿一個就是金屬光的顏色 他們 他顏色都很重 我不知道上在臉上會怎麼樣 我還要糾結 我可能Salon的那個腮紅會上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會上 Odin's Eyes的 然後還有他們家 新的眼影盤 這眼影盤 超級美麗 美麗到爆炸 你看看這個顏色 我有在IG上面有刷色 大家都說超美 然後我也覺得很美 顯色度也很好 但不知道真的上一臉上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也可以來期待一下 還有一盤這個眼影盤 這是NYX他們家的 Matchy Matchy 其實已經送來一陣子 然後我都還沒摸過 然後我想說 都是這種莓果色的 我今天看能不能搭致使用 有需要的話會使用 然後如果沒有用到就算了 跟Matchy Matchy 一起來的這支唇膏呢 是他們的Vintage 是一個非常深的酒紅色 好 然後呢 我們最後 這是Himi他們家的打亮 他們寄了 寄給我兩個顏色 YES 大家都在問質地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 它的質地是比較屬於亮片型的嗎 其實我還沒有很深入的使用它 所以我還不能太確定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要來使用這些產品 OK 還有 還有 我自己覺得最刺激的 我自己覺得最可愛的 這個是Beauty Blender 他們新出的一個顏色 然後重點是 它碰到熱的溫度會變深 所以現在這樣是紫色的嗎 大家看看 然後我現在去把它抓緊 我用兩隻的手 兩隻手 手溫更高 有沒有看到 它變得有點藍藍的 現在看應該更沒有感覺 反正我現在就是要去把它沾濕 然後我們再看它變什麼顏色 但是就記得 它原本是這樣子 有點點就是 薰衣草的顏色 Lavender的顏色 對 然後我現在去把它沾濕 我們再回來 沾濕了以後 變得比較粉紅色 我是用冷水去就是 把它沾濕 所以它 其實越冷的話 它的顏色會越 往紫色那個地方 就是深 然後越 熱的話 好像就是會往藍色的地方 那個地方深 所以 然後在那之前 倩碧他們也有出一個 新的這個 他們家的 好像是妝前乳系列 或者是就是 隔離霜系列的 就是它可以直接 擦在肌膚上 大家都跟我說 就是不要擦著去睡覺 它是平常 早上用的 所以我現在指一點點 在我臉上 可以明顯看到臉 顏色會變白一點 好的 那我現在的話 就要來上我們 粉底 我來用 雅詩蘭黛的這個粉寶石 就直接這樣 我先來用這個 Beauty Blender 因為我其實還蠻好奇 這個Beauty Blender 會不會跟一般的 Beauty Blender不一樣 你知道嗎 一般的Beauty Blender就是 很好用 然後這個 做這個有點變色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 只是個噱頭的感覺 接下來我來上這個 Maybelline的Fit Me 好久沒有使用 Maybelline Fit Me 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呢 真的很久沒有用了 我現在上的那個量 已經有算減少了 不覺得嗎 我覺得 我沒有畫一個大三角形的這邊 我只是小小的 重要部位 來一點 You know 好然後再用這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邊寫 Wet Me 有我覺得那個 Fit Me這個的打亮程度 就是眼下的提亮 還不錯 因為它是這種 直接就是香蕉的黃色 好的 好然後我們來上蜜粉 蜜粉 蜜粉我最近 居然很喜歡這個 Wet N Wild的 Translucent Powder 雖然我很討厭它裡面 給的這個Sponge 就是Sponge超爛的 超硬 就是一個 就是它這個Sponge 完全不是像 3啊跟Kiss Me 裡面那個 有高級質感的 但是它蜜粉本身 我覺得是好用的 所以我就覺得 Why 反正我現在就是要上一堆 蜜粉就對了 好 那結論呢 這個就是用起來 跟正常的Beauty Blender 一樣好用 所以 沒什麼別的 好說的 來去吧去旁邊 好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上 眉毛的部分 它這個眉毛呢 這個是Solone他們家最新的眉筆 它是這種比較粗的 我個人覺得它的顏色 跟它外面的蓋子 有點搭不上 我現在看的這個是3號 3號我個人是覺得深 然後偏中間色調 但是我不知道看到這個蓋子 我就會以為它是那種偏超級黃色調 但是我覺得它看起來算是深棕色嗎 好接下來這個是我平常在用的顏色 就是淺灰棕的顏色 這個是01號 2號其實應該是我要使用的 如果今天想要比較深一點的話 來大家看一下 從上面算下去321 就是這三個顏色 我個人是覺得2號應該是今天要使用的顏色 其實眉毛也是該去修囉 現在相機這樣看起來好像又更明顯囉 其實我現在是想要等它長出來 我也想要像湯跟吉米他們那樣有 就是濃密的眉毛 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那樣嗎 就是讓他們很多毛啦 就是有很多毛的感覺 hairy的感覺 然後我的毛就是很稀疏很可憐 這樣子看起來有點小結塊 我們還是把它刷一下 我覺得它的筆頭好像有點偏粗 沒有到很好控制 但是其實如果你想要快速迅速的人 這個應該蠻適合你 好的那我們現在拉進來 我們就是要來進入我們眼影的部分 這邊呢這個就是我們 Odys Ice的這個 OVA OVA 我想要用那個黃色 我覺得那個黃色很可愛 我們先用這個 顏色去暈染我們眼窩 就是所謂的 Transition Shape 那當然是我們的 Morphe M433 然後就用我剛剛說的這個顏色 顯色度呢 應該說上的上去 但是看得出來 我上上去之後那個顏色 就跟你這邊看到的顏色一樣 這顏色很漂亮耶 就是一般的這種 可以出去玩的那種顏色 我個人的話 接下來想要進入這個 這個是Morning Glory 他們有名字 我剛剛第一個用的叫做 Jasmine 好漂亮喔 我覺得今天是否要Halo Eye 我覺得好像要Halo Eye一下 我剛剛用的這個顏色 這個深色 加在我們內圈的部分 好久 沒有畫Halo Eye了 它的顏色 沒有到那麼好控制 就是不是 有一些眼影是 暈上去它就自己會暈開 它不是那種 你要稍微花一點點時間去暈它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用這個Puony 是最深的顏色 當然是加在我們外面 WOW 這個抓粉 讓人 有點害怕 喔這顏色很顯色 喔這個Halo Eye好有Feel 好 然後我再來用一支乾淨的刷子 這是M504 先把它們暈開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來使用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顏色 Daisy 然後我要把它拿來當Transition Shade 去框住剛剛的顏色 喔 敲一下 WOW WOW超顯色 這黃色不是來鬧著玩的 把它暈到外側來 它就是變成我們的那個Fade Out的顏色 然後我要用剛剛這支小字的刷子 M506 用剛剛這一個顏色 來我們下眼線的部分 好然後呢 接下來我來用剛剛那個黃色 然後把下面這邊暈開 我想要整個都有那種黃色暈出來的感覺 我接下來的話想要來用Sunflower這個顏色 我要直接用手指上 喔 它沒有很閃 我有點失望喔 喔 收回剛剛那句話 這到底有閃還是沒閃 這我現在從鏡子裡面看起來超爆閃耶 可是在手指上超沒feu耶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很厲害 我用剛剛那個來刷左右邊的這個刷子 這是深色蓋回來 Oh my god 喔 很漂亮耶 哇 我覺得再把它們上的再更 顯色一點 我知道它已經很顯 喔 喔 喔 OK 非常 非常的漂亮 好 我接下來的話 剛剛這個眼皮上這個顏色 我要用刷子上 這個是艾諾奇111 我要直接拿來上 用刷子上也是可行耶 這個顯色度什麼東西都是 Beautiful 好我現在真的覺得眼妝爆炸美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這裡面沒有什麼所謂的 眼頭打亮色 所以我們就來用 Matchy Matchy 嗨 這一盤呢其實我有刷色過 但我覺得它是手刷 感覺起來有點乾乾的 我是不知道真的上在眼睛上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現在呢 眼睛上要來上最旁邊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呢 就是有點像打亮色 很一般的很漂亮的打亮色 但是它一摸起來就知道粉質就是很 很粗 I am back 對我今天沒有上超長的眼線 我今天就是長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 我想到我現在是上這個黃色的眼影嗎 我就想要來上這個黃色的腮紅 我想說把它們mash在一起 應該很可愛吧 所以呢 我要來用這個3的腮紅刷 我先上一邊 它真的是黃色的 好可愛喔 Solone真的很會耶 到底是怎樣 我這邊的話想要再疊我們紫色的部分 直接疊紫色 就變成一個很自然的腮紅色了 這個叫做Magic 如何 我覺得很可愛 這顏色超可愛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像我說的 我們這邊有Oldens Eyes的一大堆腮紅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三個是它們的霧面色 我刷色會再放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的話就先來把它們的顏色都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霧面色的話有 有202、203跟204 那202的話是長這個樣子 我個人會最喜歡的這種一般的自然色 很漂亮的那種peachy的顏色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那種很好帶很好搭的那種粉紅色 這個是203號 它叫做Ripe Papaya 然後呢接下來是Sweet Peach 這顏色我自己也很喜歡 它是一個冷色調的這個紫色 我覺得很漂亮 等一下有可能是用它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有這個叫做Shimmer 金屬光的腮紅 那我一樣有202、203、204 那202是Little Jasmine 這個顏色看起來也很漂亮 是那種土色的顏色我自己覺得很美麗 我又有點想要上這個顏色 就是一個肉桂色的感覺 好接下來是203 203這個顏色也很美 可是看得出來它就是比較深一點 可是我覺得在臉上暈看應該還是超美麗 然後再來是204 Water Lily 這顏色就是比較 這叫什麼 中間色調 但這個也是有點那種肉桂色的感覺 只是沒有第一個顏色這麼的土 顏色都很漂亮 我該怎麼選 不管我就再來用剛剛的這個Jasmine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有點肉桂色的顏色 還是用這個3的刷子好了 3的刷子是最好上最不容易失誤的 尤其是現在我要用的是顏色 有一點顯色 喔 哈囉 輕點 喔 真的很顯色 但顏色很漂亮 我想要側邊比較重一點 然後帶到前面 因為這是有點曬傷的顏色 這邊就是自然 這邊就是曬傷 怎麼辦 我還是想要上其他的顏色 金屬色挑一個顏色 然後霧面色也挑一個顏色好了 霧面色的話我就挑剛剛這個紫色 204號Sweet Peach 哪裡Peach啦 各位觀眾朋友 哪裡Peach 前面有那麼多Peach的 都沒有叫Peach 然後我要來稍微沾一點 一樣 我先稍微沾一點點在手上 然後我想要上一點點在顏頭這裡 喔 好漂亮 雖然顏色並沒有整個對上 喔 好漂亮喔 臉頰上沒有位置 誰說顏頭不能拿來上腮紅呢 當然可以 這顏色漂亮 但其實我剛剛應該是要把Jasmine上在這裡 Jasmine上起來會更像修容 所以我現在補一點 把他們兩個融在一起 不然我覺得其實上面那個紫色會有一丁點突出 現在看起來就只是曬傷而已 OK我寧願看起來像曬傷 也不想要有奇怪的顏色在臉上 OK 那這邊呢就是這六個腮紅 我個人覺得很喜歡耶 雖然跟我這支刷子也很好用有關係 但是他們的顏色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很顯色 會比較擔心卡色的部分 記得就是底妝的那個定妝要定好 然後刷子在上的時候不要一次上太多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進入大家搞不好非常興奮的 Hini他們家的最新打亮 他們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Champagne 一個是Peach 那我當然一邊會上一個給大家看 好那第一個顏色我要來用01號Champagne的這個顏色 我們先來手刷看看 手刷有一點點鬆鬆的 可是多戳幾下以後就變得很服貼 喔~~ 喔~~ OK 好那我們來看02號 02號叫做Peach Glow 喔也是一樣 就上在手上就是這樣子 有點不是很均勻的感覺 但是上中手背上就 喔~~ 有一個濕的感覺 我們就先來使用Colorpop這個 我們先來上1號色 它沒有到超級無敵細不顯毛孔 我覺得有毛孔的話它還是會顯給你看 但是很美 顯毛孔程度中間就是挺顯的 我鼻子也想要用這個上 然後另外一邊我再用Peach Glow 當然額頭上也要來一下 Deyom Deyom 超美然後這邊就是 那第二個顏色是Peach Glow 我們就來上一下 Peach Glow感覺沒有那麼的閃亮 Oh And my bad 好像也很閃 但Peach Glow的粉質比較細耶 還是我這邊皮膚紋理比較少 也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 喜歡Peach Glow Oh my god 欸這顏色更融入我的肌膚裡面 讓我整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Instagram Model的Feel 我很喜歡 好的 OK 那我們這樣臉部 眼部的產品 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還有 所有唇膏的部分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邊有Salon他們家的這六支 新的唇釉跟唇膏 然後他們的新的顏色 那我就先從唇釉開始試起 唇釉的第一支呢 是112號 這個的質地呢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 有那種很厚重的感覺的人 我覺得你會喜歡這個 它很薄 然後這一次我相信他們是走一個 春季的顏色 它真的很水 不是完全不掉色 但是它乾了以後的確是霧面的 這顏色就是一個春神來了的感覺 我覺得這顏色很美 很多類似像這樣的顏色 就看你要不要買Salon的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又便宜 好稍微把那些擦掉 接下來的話有113號 這應該是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看的顏色 比較豆沙一點 帶紫粉的豆沙 我覺得我今天的眼妝也很春神啦 113那再來的話是114 喔 114就是一個紫色 其實它也是很顯色 一點點就可以上一堆了 有看到我那個上的量 其實很少 接下來的話當然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他們家的這個唇膏的系列 我還是不記得他們叫什麼名字 但是相信我我真的超愛 這一系列的顏色真的是都超美 然後除了顏色很美之外 他們整個唇膏超有質感 然後整個唇膏的質地都是我的最愛 OK 好那我們來看看 它有103、104、105 所以我們就從103開始 103的話 看起來就是一個豆沙 喔不對 上上去以後是一個豆沙粉 喔 質感真的超好 抿起來就是有一種奶油的感覺 是那種質感很好 專櫃唇膏的那種質地 手動這樣真的是要逼死人 真的很美 好接下來是104 104就是一個春神的顏色 我都一直講春神的顏色 但這個的話就是那個珊瑚色 你看超珊瑚 超級glidey 超級無敵滑順 我對這個唇膏的系列實在是讚不絕口 我得說你如果看到自己喜歡的顏色的話 買 沒有別的就是買 真的買 因為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的設計 你就不用擔心它們會撞牆壁 我很討厭唇膏撞牆壁 所以我現在開始喜歡這種唇膏 這顏色也很漂亮 這顏色跟我這個妝還算搭 整個有個春天感 好的 最後一個顏色是015 看起來就是我的菜 超級無敵我的菜 有沒有 泰奶色又是一個泰奶色 但是不會到太橘 就是一個百搭色 我根本沒有說跟這個眼妝很合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這個 顏色跟誰都很合 05號 買起來 不開玩笑 這顏色好美 毛真的好保濕喔 雖然現在就是 我和病毒的關係 大家都要戴口罩沒擦 但是我個人還是一個會擦唇膏的人 被口罩弄糊就算了 I don't care 我拿下來還是有唇膏 我就爽 怎麼樣 好不好開玩笑的 口罩戴好 對口罩戴好 你要化妝也可以 那個妝被口罩弄糊了也可以 但是口罩真的要戴好 好不要忘了 Old Dance Eyes 他們還有霧面唇膏的系列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第一個顏色呢 201 喔 他們也是 嗯 菲蕾泡泡糖的味道 嗯 乾很快 乾非常快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每個顏色都試給你們看 因為它這樣屌住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持久的液態唇膏 這是201 顏色很漂亮 就是一個辣妹色 但是 喔 你看它擦下來 有留一點點痕跡 其實它 要用眼唇卸妝液 還可以 喔 它實在是 我再試兩個顏色 其他的都是在螢幕上面看得到 這是 102號 這個顏色也很美 嗯 這顏色是個土色 這顏色也超級無敵漂亮 我很喜歡 這很美 這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 202 它是2號 2號的部分 這顏色好漂亮 我好喜歡 好 我現在在看我覺得前三個顏色感覺都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試到03號好了 因為後面的顏色好像都是比較偏深的 有這好像是有點南瓜色 我就是喜歡這種南瓜色 我很抱歉今天沒有辦法試唇部的顏色給大家 我還是會做手部試色 因為我最近其實這邊唇部裡面有破 可能是火氣太大 所以 我每次這樣子壓著在卸唇的時候其實都蠻痛的 最後一支我要上的顏色呢是 203 然後剛好就是這種土橘 就是有一點髒橘色的感覺 好 好 這樣看起來如何 這是我們最後的look 最後結束 然後後面三支沒有事的話 一樣在螢幕上面都可以看到 我稍微的來講一下 做一個 rundown 首先呢就先從這個腮紅開始好了 它就這樣一疊在我前面 我個人覺得這個腮紅很值得你們去做研究 因為我覺得它的整個粉質很好 然後也算蠻好暈染 尤其是霧面色的部分 這個金屬色的部分的話 他不知道為什麼因為顏色都特別深 所以在上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All Dance Eye的部分 他們家的這個眼影盤 滿分 我個人覺得超級無敵霹靂棒 顏色漂亮 金屬色美 然後就是金屬色的顯色度超級無敵漂亮 而且這個已經算是沒有很顯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眼睛上爆顯色 那其他如果看起來更亮的 不是在我眼睛上就會開始發光嗎 反正很棒就對了 然後呢 All Dance Eye他們家的這個 霧面唇蜜的部分 我得說是我喜歡的質地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很討厭 嘴巴會很乾 我覺得這個帶酒應該是會裂開的那種 我有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乾的狀態 我現在可以感受到我的嘴巴 是一個完全沒有水分的感覺 但是它看起來很霧面 我非常的喜歡 這就是看大家 如果你不介意這種很乾的感覺的話 你喜歡這種霧面感的話 還是可以去研究 但是如果你嘴巴真的非常怕乾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略過這一款 但是 味道真的很香 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呢 NYX的這個MASHY MASHY的這個眼影盤 我個人是覺得還OK 就是上在眼睛上應該還不錯 但是像我說的 我只有手刷跟眼睛上上 剛剛那個你看到那兩個顏色 用手刷刷起來 看起來有點不顯色 但是以我剛剛那個紅色 上上去這麼顯色的感覺 我覺得其他顏色 照理來講 應該也是在我眼睛上 會再更顯色一點 沒錯 我又一直在看著那 我沒有辦法看著相機 因為我很怕它會失焦 所以我會一直想要盯著 那邊 那一位 就是你們旁邊的那個螢幕 我很sorry 然後呢 Salon的話當然不用講 他們這個質地都是 跟之前我的心得一樣 這個當然 我剛剛已經說我超愛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看你們喜不喜歡 這種很輕薄的質地 那再來就是看顏色 顏色的話 這次春天出的顏色 並不是我的超級無敵天才 因為他們太少女粉了 所以 Not me 然後今天有一個 沒有很喜歡的 也就是我們Salon的眉筆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它 有一點點卡卡的 我後面眉毛看起來 比較順一點 是因為我有用了 子春袖跟用Excel去做拯救 但是我覺得旁邊 沒有用Excel或子春袖的 都會有一點點 卡色卡色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沒有到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他們小隻的 因為小隻的範圍比較小 你可以慢慢的去描繪 但是這個一畫上去就是一大筆 然後卡色的話就是一大塊 所以這個我覺得還好 我還沒有看一下我的肌膚 我肌膚看起來狀況非常非常的好 我是不知道這個有什麼樣的幫助 但它好像沒有防曬系數 然後它是所有的膚質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如果是那種平常 只是想要擦個隔離霜 保護一下皮膚 提亮你的皮膚的人的話 這罐是覺得Why not 它還有保濕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你如果是乾肌 不想要常常上那種很厚的底妝的話 不是可以去圈圈圈看 去櫃上試試看好了 我既然用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心得 最後應該就是這個Salon的腮紅 非常的喜歡 除了它們粉質一直都很好之外 它們這次的顏色實在是讓我覺得太可愛了 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話 我很建議你們兩個顏色都帶 我很喜歡 Heami的部分呢 它們的這個打亮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我沒有想到它們摸起來 看起來有一點點 蠟彩蠟彩 但是上到皮膚上 尤其是 Peach Glow這個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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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然後這邊這個 Champagne Gold 這一塊 可能是我這邊肌膚紋理也比較多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比較有一點點卡卡的 但是 Champagne Glow的顏色也很美 但是我覺得 Peach Glow比較有點整個 就是融入進我的皮膚的感覺 如果你皮膚爆炸白的話 我會推薦Champagne Glow 然後你如果是比較中間膚色的人 Peach Glow 然後呢 如果有人問的話 我的銀眼是 SC Pecan 美洲灰色 是跟Comfort Beauty定的 我的眼睛呢 眼睫毛的部分 當然是Baby Secret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如果你去跟老闆娘說 Sara指定款的話 她搞不好會知道 因為我每次都跟她說 我很喜歡這一副 請多給我幾副 OK 謝謝 今天影片基本上就是到這邊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不要忘了有喜歡的話 記得要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不要忘了訂閱這支頻道 然後按下那個小鈴鐺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然後到這邊 跟江牧師的前面 找來… 等到這邊 她的聲音 感谢观看